120岁的老头 竟然使用出传说中的空手接白刃 这个女孩到底是谁 她为什么要对会长出手 这一切要从奇亚身上说起 此时她正和小杰两人在飞艇上欣赏夜景 她是妥妥的富二代一个 表示家里有四人飞机 而且家里还承包了整个山头 光是庸人就达到了200多人 小杰这时候看奇亚的眼神都发生了变化 当小杰问她爸妈是做什么工作的时候 奇亚这时也认真地说道 他们整个家族都是职业杀手 只要钱到位他们什么活都接 而奇亚是他们这一辈中最让长辈期待的 因为她身体中的潜力 而这也是困扰她的难题 从小她就接受家族中全方面的培养 最后她受不了了 因为她觉得我命由我不由天 不需要家里人给她安排一切 结果她的父母和大哥都抓狂了 她都不知道家里人对她的期望是多么的高 最后她不得已 说是把她老妈和大哥弄了个半死 这才离家出走 这牛逼可吹大了 她可不知道她大哥早就混在她身边了 而这个大逆子却开心地说道 等她拿到了猎人执照 第一件事就是把全家人给抓起来 那样她就可以拿到巨额的奖金了 不过身边这位二货朋友 倒是祝愿奇亚早日实现她的梦想 就在他们聊得非常开心之时 角落突然出现一个灰袍人 但是别忘记奇亚可是杀手 立即发现了一股莫名的气息 不过当她跑过去之时 发现对方已经消失不见 但她在盆栽上发现了一个东西 随后奇亚装着没事一样 和小杰两人一起准备去喝咖啡 奇亚这个时候已经警觉起来 怕是飞艇上有她的仇家 小杰也发现了她神态上的不对劲 这是一个女孩走到他们身边 而左耳上的耳环已经不见 很明显她就是刚才跟踪他们的人 她死死地盯着奇亚 女孩叫阿妮达 她的父亲原本是一家船队的贸易商 在鼎盛时期她家里可以说是富可敌国 但由于生意场上影响到了别人的利益 最后被人雇佣了职业杀手 将她父亲给杀害了 而被雇佣者就是奏迪克家族 正是世界上最具恶名的杀手家族 小杰这时反应过来 慢慢地看向奇亚 而这时阿妮达身后多了一个人 正是雷欧利 她手搭在阿妮达肩上 可能是防止她突然有什么动作 而库拉皮卡也出现在她的身旁 不得不说几人把奇亚保护得很好 不过奇亚知道对方就是来找她的 让他们几人都放松一点 奇亚并不想对她出手 否认自己是奏迪克家族的人 表示她肯定是认错人了 并且淡淡地说道 此时会长老头出现了 轻松接下了阿妮达的刀刃 其实她在第二轮测试的时候 就已经淘汰了 只是在登船的时候偷偷混了上来 以她的实力肯定是无法伤到奇亚的 其实会长的出现正是救下了女孩 万一奇亚起了杀心她必死无疑 奇亚默默地走了出去 小杰这时也跟了上去 这时她不停地在奇亚耳边逼逼赖赖的 奇亚差点就一掌送她归系 好在最后收住了手 这时来无影去无踪的老头又出现了 此时她已经知道了来龙去脉 但是由于阿妮达违反了规定 老头说她将以后再也无法参加猎人考试 圣母节一听这还了得 我得帮她一把呀 会长告诉她两人只要答应她的赌局 就可以减免对阿妮达的处罚 接下来只要他们可以在会长手中 抢到她手上的皮球 会长答应可以减免掉女孩的惩罚 奇亚并不买账 既然对方认定她是仇人 她才不会为其脱罪 只是当会长说如果赢了她 可以送她们两张免费的猎人执照 他们两个愣住了 咱们两个愣住了